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分惨烈 原来巴以双方在加沙城展开大战 巴勒斯塔先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 多达180枚导弹和火箭弹 从8月8日到8月9日 短短17个小时之间 以色列境内硝烟弥漫 火灾四起 大批人员伤亡 对此 以色列怒发冲冠 立即以牙还牙出动炮火和战斗机 向巴勒斯塔境内的军事目标 进行猛烈轰炸 据以色列国防部透露 他们先后轰炸了近150个目标 从各大媒体共公开的镜头来看 当天晚上 整个加沙城都被烟火笼罩 遇难者不计其数 战况极其惨烈 随后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包括以色列总统在内的国防部高层人员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目前加沙地区的形势 希望将危害降到最低 但就双方此次交战的强度要来看 恐怕有向局部战争发展的趋势 就在外界议论纷纷猜测 巴以会爆发更大的战争时 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则消息让全世界松了口气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经过一夜轰炸之后 巴勒斯塔军队决定抵抗组织宣布暂时停火 以色列方面也接受暂时停火的提议 可以说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 双方能踩住刹车还是比较理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